我们说你怎么样去控制 怎么样通过调整不同的方向的气流的量 来让你的比如说你的VZ9去倾斜 去进行这种空中激动 这个是当时很难操作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们说你想想你产生快速气流的时候 你自己比如说在里面 它的这种能边三角形形成的三个发动机 它其实还有陀螺效应 你怎么抵消陀螺效应 这些都是问题 尽管VZ9制造出来两架原型机 但该飞行器在测试中 只飞离过地面几米的高度 也只能以时速50公里的速度缓慢飞行 而风动测试证明 叠形飞行器根本不符合空气动力学定理 且非常不稳定 因此到1961年 该项目被美国空军和陆军正式取消